我破产了 手机显示已发送 苏锦惆怅地望着自己的仓库 里面还堆着很多从获 食物占了绝大多数 他实在没想到该怎么处理 我们分手吧 不一会 手机就收到了男朋友 哦不 前男友的回复 苏锦愣了愣 三年的感情 没想到这么轻易说分就分 等他反应过来 他已经拨通了电话 都响了两声 被挂断了 苏锦不死心 继续拨 你有完没完啊 接电话的是一个甜美的女生 声音里微微有些不耐烦 宝贝 别理他 我们继续 熟悉的声音响起 电话随即被挂断了 望着黑了的屏幕 他的眼泪说来就来 前男友是在大学时 自己幸幸苦苦追来的 苏锦曾经家境好 以前也是各种鲜花礼物 不要前四的送 在一起之后 更是各种轻言细语哄着 生怕他一个不高兴 就离开自己了 之后苏家出事 苏锦拿着大笔遗产不知所措 还是听前男友的建议 决定创业 当时看着不离不弃的前男友 一度觉得自己是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甚至为了节约资金 直接腾出了家里的二层 改成了仓库 现在想起来 一切都是笑话 想到这里 他又给前男友打了个电话 苏锦 你要不要脸 这回导是前男友接的电话 我们都分手了 好聚好散懂不懂 可以把向我借的 两千元钱还给我吗 他的声音嘻嘻小小的 带着哭腔 哟 杨哥 还找别人借钱了呀 现在发达了 那不得快还给人家 旁边有男人起哄的声音 还有那个甜美的女生 不悦质问的声音 还 现在就还 前男友落了面子 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 就这点钱 还好意思让我还 苏锦仪约约约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订水 会挽啊杨哥 真有你的 什么的 还没等他问出口 就听到前男友 飞快地骂了一句 就当打发叫花子了 之后就挂了电话 苏锦呆呆地下楼 站在家里的 唯一一面镜子前 审视自己 长相 普普通通 顶多有两份清秀 证据是在热恋时 男友偶尔会夸他一句可爱 身材 普普通通 胸小腿短 唯一拿得出手的 就是体重不过百 性格 普普通通 偶尔有几分暴躁 证据是楼上仓库里 躺着四分五裂的手机 按门铃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思路 他打开门 又推开厚重的防盗门 自从家里成了仓库 他一心重就按了防盗门 还被前男友说了好几次 苏小姐 你要的120桶水 门外的宋水小哥们 看他就像在看神经病 他几乎能想到 前男友如何带着 恶趣味的笑笑的单 放进来吧 他对别人天生脾气软 声音小小的说 费了好半天功夫 才把水都放好 谢过宋水小哥们 苏锦锁好门 越想越委屈 又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哭到半夜 觉得饿了 还爬起来 去给自己做了个饭 说起来 苏锦的兴趣一直不在经上 而在美食 他做饭非常好吃 这也是前男友 和他能在一起 三年的原因之一 砰砰砰 敲门声响起 他有点激动的 起身去开门 在看到来人时 彻底失望 门外站着他的发小 挑眉笑着看他 恭喜你 终于失恋了 他鼻子哭得有些发红 嘻嘻鼻子 哑着嗓子问 你怎么知道的 那男人发了朋友圈 全世界都知道了好吗 我可是马不停蹄的赶来 来看看你哭死没用 他往里面望了一眼 靠 别说这些水 都是你哭出来的 他欠了我钱 还给我的 我觉得 说你青春喂了狗 都是侮辱狗了 林旭无语的翻了个白眼 绕过他挤进去 好香啊 我要来一口 不行 我自己吃都不够 他赶紧扑过去 保护他的食物 好好地失恋 变成了两只恶虎扑石 闹了半夜 累了 像小时候一样 就在沙发上睡了 啊 一声尖叫 划破他的梦境 救命啊 他迷迷糊糊睁眼 看到林旭已经站了起来 问 你听到了吗 废话 我又不聋 叫得那么大声 没事 你继续睡 我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林旭还是像小时候一样 嘴那么臭 他只出去了十多分钟 就飞奔回来 全身还变得脏兮兮的 草 外面都是什么玩意儿 我差点被咬了一口 苏锦最初还以为是疯狗 没事 大不了我陪你去打狂犬疫苗 打狂犬疫苗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梗 小时候苏锦喜欢 就不敢摸狗狗 林旭就是这么对他说的 林旭没像以前一样 没心没肺地笑出来 他仔细锁上防盗门 又锁好门 还用手推了推确定牢固 不 小锦 你去窗边看看 他脸色异常严肃 领着苏锦走到窗边 拉开窗帘 他发现外面的天变得暗红 像是什么东西要降临 空气灰蒙蒙的 勉强看得清 小区里有几个人影 姿势诡异地移动 一个人影突然抬起头来 与苏锦对视了一眼 他的眼睛凸起 眼里只有眼白 他脸上沾着血 青筋暴险 手上拿着一只断臂 他本来在埋头啃这只断臂 苏锦认得他 小区的保安 他胃里一整翻滚 赶紧拉上窗帘 这是什么玩意儿 林旭已经看到了手机的退送 事变还不知道原因 政府让市民不要出门 该死 不出门怎么可能 要不就是我们饿死 要不就是他们饿死 他们饿不饿的死还难说 林旭回头看了一眼 摆得密密麻麻的桶装水 至少我们可不死 居然还要感谢那狗男人 趁现在事变的人还不多 我去抢些物资 他越越遇试 我觉得我们饿不死 你跟我来 苏锦带着林旭上二层 琳琅满目的物资 瞬间闪花林旭的眼 好家伙 苏半仙啊 你是怎么料到丧尸降临的 难道他猛的推后一步 你就是那个幕后推手 不对啊 你胆子那么小 该不会被人骗了吧 不过说起来还挺酷 怎么不带上我一起玩 说什么呢 苏锦没好气的说 我破产了 我就说你的投资有问题 这才过了多久啊 那么大笔钱说没就没 肯定是那个狗男人搞的鬼 你就不 林旭突然呆住了 砸吧砸吧眼睛 等等 这些货物不会就是 对 大型超市破产 货都放这里了 苏锦烟巴巴 奔在林旭身后 等待着发小的说叫降临 林旭往前走 看着城乡新鲜蔬菜 各种肉类 还有冰冻水产 牛奶 泡面 应有尽有 富婆求包养 我不想努力了 林旭眼睛亮晶晶的 哈 电视里每天都播着新闻 政府在尽力控制末日论的传播 可是无法研究 是什么病毒导致的 这次大规模事变 更别说提出什么对策了 网上倒流传了一些民间偏方 说什么的都有 最离谱的是一个中医给的偏方 说服用浓盐水 有利于阻止病毒的传播 居然获得了高赞 丧尸越来越多 他们似乎不需要睡觉 整日在街上游荡 电视里天天放着 让市民不要紧张 等待军队的救援 可亲眼看到直播间里 一个丧尸突然冲进来 咬了主持人 几分钟后 主持人也痛苦抽搐着 变成了咬人的丧尸 舆论彻底控制不住了 整个国家都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 看这里 专家宣布有重大突破 经研究终于确定了 病毒传播的途径 真可笑 我小学就知道 丧尸咬人就会被感染 林旭一边刷着新闻 一边不屑地吐槽道 吼 吼 外面的门 传来剧烈撞击的声音 林旭没好气地吼 吼什么吼 只知道吼吼的 有本事说句话来听听 别嘴瓶 来帮我打下手 苏锦忙着顾及口锅 煮着的吃食 无奈地打断林旭 他们花了整整一天 整理了物资 又因为很多食材 不能保存很久 于是苏锦决定 将它们做成肉干或者罐头 屋子里充满了香味 要是忽略外面不时 传来的丧尸的叫声 这里的氛围还挺温馨 递一下盐 林旭收了手机 拉开柜子 打开一包盐递了过去 你说说你 为了那个渣男把手机砸了 要不咱们 还可以打双排的 这时候还想着打游戏 你是第一人吧 帮我看着火 苏锦头也不回 林旭的手机响了一声 咦 渣男找你 手机屏幕上赫然是一条短信 林哥 你联系得上小锦吗 我有事找他 苏锦自从和前男友在一起后 几乎和以前的朋友 断得一干二净 不过也看得出 他也没抱太大期望 都没有打电话来 你找他干啥 林旭回了短信 电话瞬间打了进来 你能联系得上小锦对吧 让他接电话 苏锦手中的勺子 不小心碰到了锅壁 渣男听到声音 激动的说 小锦 你在是吗 我错了 我鬼迷心窍了 我爱你 分手是开了笑的 钱我还给你了 水和 杨先生好算计 现在这些东西 可都是千金难求了 你是小锦男朋友 哦不 分手了 前男友 你找不到他来找我干啥 说把毫不留情的挂了电话 渣男的电话 一个接一个 气而不舍的打进来 林旭直接把手机关了机 好家伙 为了你 我也玩不成手机了 等等 你这是什么表情 别说你是心软了吧 你是不是傻呀 没事 苏锦低头迅速搅拌着锅 忍着眼泪 我就说这么大的烟 搞忘开抽油烟机了 哎 林旭看了半晌 走上去从背面搂住了他 想哭就哭吧 我们俩关系 谁和谁呀 苏锦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一惹 你鼻涕 好恶心 滚 晚饭是烤肉 猪肉和牛肉 都是提前腌制好的 在烤盘上滋滋作响 热油顺着肉的纹路流下 滴在烤盘上 瞬间火焰没过了肉 在火的作用下 美拉德反应悄悄进行 脂质氧化 流暗素降解 油脂分子的化学键重组 形成较多的芳香厅 散布在肉里和空气里 令烤肉发出致命的香味 两面刚不见血色 林旭迅速地将烤肉 加到早就准备好的生菜上 裹好之后 飞快塞进了自己的嘴巴 刚入口 是还带着水的生菜的甜 然后舌尖碰到了 烤得恰到好处的肉 肉汁混着蜜汁的酱汁 在口腔内炸开 生菜刚好中和了烤肉的腻 只剩下了鲜 香 嫩和辣 这日子 千斤不换 林旭喝了口果汁 专心盯着下一块肉 苏锦也吃了一块 幸福地眯起了眼睛 等他去加下一块时 林旭眼急手快 苏大侠快下流肉 一边飞快地将那块肉夹走了 气得苏锦打他一拳 因为物资储存丰富 他们并没有省个吃 两个人都吃得饱饱的 摊在沙发上 划拳决定谁去洗碗 你说我们这么多物资 要不要去救济一下 现在物资贫乏的人 苏锦想着以前看过的小说情节 说不准还能遇到主角团 开启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 当时他还满心以为 这次事变也能像历史上的 每一次大规模病毒一样 很快被控制住 或者很快能等到政府的救援 林旭冷笑了一声 你看看你家门口那几只丧尸 每天不离不弃感人置身 你没付给他们保安费 都算你赚到了 或许我们可以发布消息 啪的一声 灯全灭了 啊 苏锦尖叫一声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跳到了林旭怀里 林旭也顺势一把抱住了他 他们俩大眼瞪小眼 外面的丧尸听到了动静 开始剧烈地撞击起门来 什么情况 苏锦的声音抖得厉害 林旭的手机放在身旁 嘟的一声跳出了一条推送 他摸索着拿起手机 一目三行地看完了那篇新闻 靠 什么情况 这波丧尸还玩困难升级 什么叫即日起 将不间断停电 预计十天后就会彻底停电 还外加专家建议 不要应用自来水 至于病毒胶水作为载体 会不会接触皮肤感染 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 说完他看了眼码的整整齐齐 还很壮观的水 林旭感慨道 还好投奔你了 我怕黑 苏锦泪眼婆娑 靠他盯了苏锦半晌 滴滴地骂了一声 将手机打开手电筒 让苏锦拿着 自己摸黑去二楼仓库找蜡烛 丧尸大规模感染第五天 少数居民所有食物耗尽 绝大多数居民饮用水耗尽 有人开始出门寻找物资 造成被感染人数大幅度增加 由于A国规定 人民不允许配枪 目前尚没有找到 彻底杀死丧尸的办法 消灭丧尸的重任 全部落在军队头上 锦姐姐 锦大爷 能不能让我吃口热的 第十次从厕所出来的林旭 面色痛苦地说 因为要预备之后 面临停电的问题 苏锦这两天 忙着将食物加工成 即食罐头或者风干 没能顾得上给林旭做饭 做饭白吃的他 吃了凉的食物 很快闹了肚子 苏锦忙碌的身影一顿 确实 将食物加工或者风干 只能尽可能解决储存的问题 但是以后如何加热 他有些头大 以他们的物资储存 省吃俭用一年两年 可能都消耗不完 要是那时候还没等到救援 也没啥等个必要了 活下来是没问题 最重要的是 怎么才能活得舒服 既然决定要躺平 那也要坐躺的最舒服的那个 算了算了 您忙您的 晚上我去找一盒自热锅 忙完了 快来一起吃啊 真不知道你什么胃 为啥你就没事 他嘀嘀咕咕着说着走开了 苏锦眼睛一亮 他怎么没想到 可以利用化学反应放热 加热食物 还可以收集可燃气体 以及 他家里确实囤了不少石灰 当苏锦拖着两大袋石灰出来时 林旭的表情 已经不能用惊讶来形容了 你好生生囤这个东西干什么 驱虫防潮 省前 他戴着手套 将石灰混着沿用无菌纱布 包裹成小包小包的 放在干燥处避免受潮 一个个简易的自热包就做好了 知识改变命运啊 苏锦感叹 下一步您不会就该思考 可持续发展和自己自足了吧 林旭吐槽道 然后他惊恐的发现 苏锦眼睛一亮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垂直农场实验啊 疯了疯了 这世界疯了 林旭喃喃自语 骗你的 成功不了 垂直农场造价很高 而且我们根本没有那些高科技机械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苏锦一边取出一盒自热火锅一边说 无论怎么样 还能用食物吃 就很幸福啊 此刻 城市的另一头 一辆越野车在街上急驰 丧尸嘶吼着 在越野车背后紧追 驾驶员技术不错 撞飞了好几个企图爬上车的丧尸 丧尸落地后 身体弯成了诡异的形状 更夸张的是 有一只丧尸的血肉 几乎完全碾在了地上 但他仍在拼命去抓路上 仓皇逃跑的人 他们的生命体征 丝毫不见得减弱 嘶吼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一只丧尸从高处扑到了越野车上 被撞飞后 越来越多的丧尸扑了上去 越野车上的人苦苦行驶了很久 终于狠狠撞上一栋高楼 丧尸们兴奋地扑了过去 越野车上一心能看到军用两个字 雷声大作 压了好几天的雨终于下了下来 丧尸大规模感染的第十天 虽然不约而同的在省吃俭用 但大多数居民的存粮都已经消耗完 除了政府 医院研究所和军队以外 城市一切供电切断 军方终于出面宣布 将集结军队力量尽力营救居民 政府终于悄悄签订了 进行活体实验的协议 若是手机依然有电 打开会发现 到处都是千斤求实物的告示 却无人问津 某种意义上 喊出多年口号的 是今潜如粪土和众生平等 这才真正实现了 外面雷声大作 苏锦和林旭合一躺在一张床上 自苏锦表现出极度怕黑之后 他们俩便在同一张床上睡了 末世时代 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男女大方 雷声混着雨声 倾盆大雨 似乎是要将天上的水都倒下一样 但更让人心慌的是 无法忽略的丧尸的嘶吼 偶尔夹杂着几声尖锐的尖叫 或者小孩的哭声 当哭声伴着一阵嘶吼 戛然而止时 几乎可以宣告又一条生命的离去 而这样的情景 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林旭 苏锦看着不时被闪电照亮的天花板 轻声问 你说 我们会不会有一天 也变成外面那些壳 怕的家伙 林旭没有回答 他又自顾自地说 也不知道外面乱成什么样了 越想越害怕 说着说着 他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苏锦 苏锦 你听我说 林旭并没有像以往一样 看苏锦一哭就去抱着他 无条件地迁就他 而是听他自己慢慢止住了哭声 才下定决心般 轻轻地说 无论如何 就算感染 我也一定会比你先感染 食物没了 我也会比你先去死 我会保护你 绝不可能背叛你 放心 你就安心等救援吧 苏锦的心在林旭平静的声音中 神奇地安定下来 况且 外面乱成什么样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想想 你和那个狗男人在一起的三年里 你和你以前的朋友 都闹翻地闹翻 疏远地疏远 你还能担心谁呀 我看你不如担心 一下自己 毒蛇的林旭又回来了 谁说我没有朋友了 我这不还有你吗 苏锦急着争辩 几乎忘了自己在哭 害怕的情绪下去了 困意力马上来了 苏锦迷离呼呼和林旭扮了几句嘴 便再撑不住睡意 闭上眼睛 待听他呼吸渐渐平稳 林旭自言自语地说 你这样 让我怎么放心你 声音轻的 几乎立马就消散在空气中 望着苏锦田静的睡颜 林旭摸黑慢慢爬起来 拿出为了省电 关了好几天手机 向军队发送了求救信号 等了许久 依然没有回应 倒是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一片知乎答案 吸引了他的眼球 漠视背后的真相 丧尸出现却是人为 阅读量很小 事变刚刚爆发时 网上也有很多像这样的阴谋论 林旭第一眼看直觉是标题党 在他准备化走时 却神识鬼差地点开了 写稿的人自称为 某知名实验室的研究院 逻辑清晰 证据确凿地列出了 他们实验室在进行 活体基因与病毒实验室 创造出一只类似丧尸的物种 之后立马封锁消息 准备进行秘密研究 可千算万算没料到 丧尸被守门员物放出 感染了当地一片人 眼见事情败露 实验室只好上报当地政府 政府表示 却没必要给人民带来恐慌 引发社会暴乱 一边压下消息 悄悄收集物资 一边暗中逮捕丧尸和实验室的人员 直到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 被感染的地区越来越广 眼见事态控制不住了 政府革职的革职 辞职的辞职 才终于将消息散播了出来 如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军方和研究所 最后一句写的是 之前我的导师告诉我 这是个让人类永远幸福的计划 如果成功 将革新人类的血液 如今看来 这根本就是人类灭绝计划 对不起大家 请各自逃命吧 也行是 现在手机还有电的人不多了 政府放松了监测 才让这条消息有流出的可能 或许研究所要创造出 一批更可怕的怪物呢 那我们要将命运 交到一群怪物手上吗 林旭没有头地想 丧尸大规模感染的第三十天 依然没有奇迹发生 能靠物资储备支撑的人 寥寥无几 就是主没有出现 人们开始不相信政府 不相信朋友 不相信家人 人类在巨大精神恐慌和饥饿中 变得面目全非 被军方救出的幸运 屈之可数 死于食物纷争的人 比死在丧尸感染的人 多出近一倍 在末世 穷凶恶极的人 往往比善良的人 更容易适应 林旭 林旭你快来看 我们家门口 好像有一个人 别开玩笑了 我看你是摘出毛病了 还能有人 你就问你 门口那几只丧尸同不同意 真的 我早晨听到有人敲门 刚刚从猫眼里看了 确实有一个人 看起来应该没有被感染 但是苏锦的声音有些犹豫 林旭也从卧室里出来了 怎么了 那些丧尸并没有离开 也没有攻击 他们好像看不到那个人一样 林旭从猫眼里看了看 门口确实站着一个人 连想起几天前发出的求救 以及看到的那篇回答 林旭有些激动 像是发现了他的视线 那个人突然微微抬头 林旭感觉自己 像被什么东西盯住了一样 那个人微微开口 林旭艰难辨别着他的口型 他在说 林旭一愣 瞬间毛骨悚然 救救我 求求你 杀了我 他跟着那人的口型 轻声一字 一顿念了出来 突然 他的表情一致 眼睛里血丝突然增多 说是血丝也不尽然 因为那蔓延的血丝 几乎把黑色瞳孔的位置都占了去 甚至 林旭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他看到的一切 或许是因为神经高度紧张 产生了错觉 他觉得那双与自己对视的眼睛 在自己视野里慢慢放大 里面布满了红色的血丝 将原本属于瞳孔的位置 压缩得很小很小 而且诡异的是 那些血丝 似乎在兴奋的蠕动 向外冒着红光 发现你了呢 男人低声开口 声音像是在兴奋 又像是叹息 他的眼睛缓缓地离开猫眼 动作优雅地继续敲起门来 别开门 苏锦这次也听到了男人说的话 就算没有看到门外的情景 他的直觉也告诉他 很不对劲 他紧张地靠近林旭 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臂 很不对劲 林旭 先别开门 然而林旭只一动不动地俯身盯着猫眼 对外面一切置若罔闻 林旭 苏锦拔高声音 推了林旭一把 林旭猛地惊醒 他察觉到自己刚刚的不对劲 想给苏锦解释 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苏锦 他转头 门外突然想起了一首童谣 小兔子乖乖 把门儿开开 快点开开 我要进来 声音干瓣沙哑 几乎没有一个字在条上 苏锦只觉得 外面男人的歌声干涩难听 跑掉十分严重 林旭却像是魔症了一样 他正正地盯着门 手慢慢往下移 放在门锁上 咔哒 门锁被解开的声音 在万籁巨迹中显得格外清脆 锁开了 开门只需要再轻轻一扭 苏锦不敢置信地猛地看向林旭 此时的他 在他眼里无比陌生 不知从哪里生出一股勇气 他猛地一把抓住林旭 借助自己身体的冲击力 将他扑倒在地上 林旭的头 撞在地面铺的花钢岩扑地上 发出了一声不小的咚的声音 苏锦的胳膊和腿拳 都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剧烈的撞击 使他的腿瞬间软组织肿胀 皮下毛细血管破裂出血 组织液肤处 继而红肿了一片 因为害怕和疼痛 他的眼泪不停在眼里打转 来不及查探伤口 他以跪坐的姿势直起身 跪着向前挪动了两步 飞快锁上门 继而借助门把的力量起身 转身 拖着林旭远离门 等一切完成了 才脱力地抱着林旭 忍着哭腔 在林旭耳边轻轻喊着他的名字 林旭 林旭 醒醒 他几乎在崩溃边缘 听到自己的名字 感受到由头部传来的阵阵疼痛 林旭突然惊醒 我是怎么了 门外突然想起一阵 令人牙酸的丧尸的嘶吼 有丧尸企图去抓那个男人 长长的指甲 在男人手臂上 画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男人却像没有感觉似的 面色麻木的伸手抓住丧尸 像在撕扯肉干似的 生生将丧尸扯成一块一块的 全部塞进嘴里 不久 响起了令人头皮发麻的咀嚼声 男人甚至还优雅地擦了擦嘴 如果此时有人在外面目睹这一切 会发现男人流出的血是墨色的 他随手甩了甩 血溅在丧尸身上 瞬间腐蚀了他们身上大面积的皮肉 林旭和苏锦心惊胆战 听着丧尸们的嚎叫 一分一秒对他们来说都是煎熬 门外到底是什么怪物 外面的敲门声还在继续 林旭忍住头上传来的眩晕 尝试了几次站起来 却都以失败告终 看着不断挣扎着想要起身的林旭 苏锦此刻莫名其妙冷静了下来 说到底 他只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人生遇到最大的挫折 除了父母离世 就只剩破产分手了 没有强悍的体力 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他所学的一切方 身技巧需要用来面对的 只是普通劫匪 没人告诉过 他在末世遇到陌生人该怎么办 甚至他直觉面对的那东西 根本就不是人 他无法控制自己 不去害怕 但是 他在自己哆嗦着的大腿上 狠狠地凝了一把 撑着地面飞快起身 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奔到厨房 抽出最长的一把刀 飞奔回来 挡在灵絮面前 哆哆嗦嗦地面对着门外的未知 他知道拿着刀面对那怪物 无异于躺壁挡车 但总是好过手无腹肌之力 去面对未知 虽然力量渺小 但他有想保护的人 外面的男人察觉到门内的动静 麻木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 他将手轻轻附在防盗门上 一扭 金属变形的声音瞬间响起 苏锦的心也瞬间沉入谷底 他全身发抖 闭住呼吸 眼睛一动不动盯着门 男人的手缓缓合拢 突然 男人脖子上光圈的信号灯亮了起来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 收回手 避恭避敬地站好 好像在听什么指令 等红光灭了下去 男人机械地转身 头也不回地向另一个地方走去 苏锦保持拿刀的动作很久 直到男人的脚步声远地听不到了 直到林旭在身后轻轻拉了他一把 他才深吸一口气 像是突然活过来 他的手里全是汗 刀无力地从手中滑下 他一把抱住了林旭 终于崩溃地大哭起来 林旭忍住一阵一阵的眩晕与恶心 轻轻地抚摸着苏锦的头发 一遍遍告诉他 没事了 苏锦 没事了 我们还活着 两人都没注意到 一条细细的血丝 在林旭的眼里 悄悄蔓延开了 丧尸大规模感染的第60天 人类中只有极少数还在苦苦支撑 他们被统称为幸存者 为了生存 幸存者们被集中在一个个避难所中 政府将他们称为绿洲 军队的任务 就是发现幸存者 然后保护他们前往最近的绿洲 与此同时 研究所启动了拯救者计划 他们将各地囚犯作为样本 秘密进行活体实验 拯救者计划的主旨 是为了制造出一群 能够对丧失免疫的怪物 最好还能消灭丧失 为了打造这把武器 他们改造囚犯们的身体 编辑他们的基因 注入特殊事迹任由他们变异 同时 选择活体实验的原因之一 是他们能够轻易地销毁失败品 为了能更好地控制这群怪物 他们摧毁囚犯们的意识 让他们成为彻头彻尾的武器 一群怪物加入了末日狂欢 他们还有一个名字 叫超级感染者 就算来自全国的囚犯数以万计 就算这个实验日夜不停 成功的案例却寥寥无几 还没来得及了解 这批产品的所有属性 政府下令将产品投入使用 将人类的希望交予一群怪物手中 人类的未来会怎样 没有人知道 尤其是 而所有人都可以忽略了 那群被视作武器的怪物 曾经也是人 熟练地活面 压平 放入肉干和芝士碎 刷上一层油 再撒入盐 黑胡椒等调味品 将自制自热包 色入改装烤箱 再将低配披萨塞进去 关上烤箱 注入水来启动加热 距离那个超级感染者的来访 已经过了好几天 苏锦现在也说不清 当初没有开门是对是错 手机电量几天前就没了 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彻底斩断 前几日整个城市停了水 幸运的是 停水比停电晚了很多 不幸的是 苏锦担忧地望着窗外 没有了水 城市里其他幸存者的处境 将更加艰难 厨房门口处挂了一个大大的表 上面统计着剩余物资 苏锦利用微观时光 分配理论的原理 计算出每天消耗的最少物资 在统筹规划出 能坚持最久的方案 小区不知道 还有多少幸存者 但一定没有聚集的丧失多 还好当初家里还有林旭在 要不没人说话的日子 自己一定会发疯 但令苏锦担忧的是 自从超级感染者来访后 林旭沉睡的时间越来越长 定了定神 苏锦大叫 林旭起来吃饭了 不吗 我困 披萨哦 晚了就没了 沉默了一会 接着想起了穿衣服 兮兮索索的声音 好嘞 这就来 等林旭睡眼惺忪地从卧室出来 苏锦已经取出了披萨 还在上面插了好几根蜡烛 他小心翼翼地将披萨捧到林旭面前 生日快乐 快许愿吧 林旭一愣 每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让他早忘了生日这玩意儿 心中微微有些异动 林旭微红着眼 一日既往嬉皮笑脸地说 不是吧 小锦 就算是给我过生日 也得等到晚上啊 哪有人大早上过生日的 有就不错了 还挑三拣四 快许愿 蜡烛可是珍贵物资 林旭听话地闭上了眼 苏锦看着他轻瘦的脸 在烛光的照耀下明明暗暗 忽然突发奇想 如果没有发生丧失大规模感染 他们之间会怎么样 他可能会第二天将林旭送走后 一个人关在屋子里 在失恋的阴影中 很久都走不出来 甚至 要是前男友提出复合 他 拜托 苏姐姐 我过生日里 你好歹也专心一点 林旭一个暴力敲在他头上 苏锦吃痛 回过神 装作凶神恶煞地说 我哪里不专心 看 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吃披萨 还特地起了个大早 给你去做披萨 你不知道 我的手都被烫了几个泡 真是不是好人心 你要是敢嫌弃 他转过身将披萨放在桌子上 想教育一番 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苏锦 苏锦 林旭轻声 喊他的名字 苏锦转过身来 他们两个挨得很近 他一抬头 两人的嘴唇正好撞在了一起 两个人都愣住了 室内的气氛瞬间暧昧起来 两人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 林旭眼里渐渐燃起情欲 他的右手拖住苏锦的后脑勺 左手将他的腰搂住 加深了这个吻 他觉得腿有些软 两人显然都有些手足无措 沉默地吃完披萨 他们肩并肩坐在窗台上 看外面丧尸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前段时间开始出现极端天气 前天突然下起了冰雹 最大的冰块足足有鸡蛋大小 而今天却是一轮红日挂在天上 将云烧得红彤彤的 街上的温度有四十多度 丧尸都被烤得都有些失去活力 如果没有默示 你现在大概在干什么 林旭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其实我那天是来和你告别的 打算第二天下午走 苏锦一愣 他根本不知道 林旭准备去留学的事情 原来他谈恋爱时 竟然忽视了身边的一切 他如动着嘴 轻声说 谢谢你 丧失大规模感染的第九十天 人类一败涂地 如果不能控制住 我们将启动最后的计划 人类基因延续计划 电视里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 今天突然来了电 苏锦在惊讶的同时 心里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林旭赶紧将手机充上电 苏锦翻箱倒柜找出了充电宝 手机开机几秒后 便收到了官方通知 电视里传来的声音与短信契合 请幸存者无论如何 务必要在三日之内联系上军方 没有说后果怎么样 但从电视里的语气很容易察觉到 政府想要放弃这座城市了 苏锦和林旭一起 慎重地发了求救讯号 还有三天了 或就还是彻底被放弃 就看这三天了 他们苦苦坚持了四个月 也没能等到一个人类大胜利 第一天 苏锦起床 做饭 叫醒林旭 一起吃饭 发求救信息 然后和林旭一起窝在沙发里等 第二天 苏锦起床 做饭 叫醒林旭 一起吃饭 发求救信息 然后和林旭一起窝在沙发里等 第三天 苏锦起床 做饭 叫林旭 林旭 醒醒 我们只剩最后一桶水了 几乎空了的仓库 和迟迟不来的军队 绝望涌上他的心头 没有回应 苏锦有些生气 林旭 我们都要死了 你还整天睡觉 快步走进屋子里 苏锦的声音戛然而止 林旭勉强扶着床边下的床 却全身是汗 他用牙齿拼命咬住下嘴唇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整个人都在剧烈地发抖 突然他脚一滑 几乎摔倒在地上 林旭 林旭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苏锦飞快地跑上前扶住林旭 林旭张大嘴喘了几口粗气后 才发出了气弱油丝的一声 我没事 苏锦赶紧将他扶上床 紧张地守在他身边 生怕他出了什么事 可奇怪的是 除了刚进来时 他痛不欲生的姿态 将他吓到了后 林旭确实表现得不像有事的样子 甚至被迫躺了半天 被苏锦小心翼翼伺候后 还委屈巴巴砸把眼睛看着苏锦 躺了一天了 我想起来走走 苏锦再三确认他真的没事后 才放下心来 这时 门铃响了 两人几乎同时起来 对视了一眼 从彼此眼里看到了不加掩饰的欣喜 获救了 林旭用气声说 他向苏锦伸出手 两人迫不及待奔到门口 林旭嘴角带着笑意 虽然很激动 但四个月中养成的习惯 让他还是谨慎的从猫眼里瞄了眼 他的笑容僵在脸上 外面赫然是 之前来过的那个超级感染者 外面的男人张口 似乎想说些什么 林旭几乎瞬间远离了猫眼 将苏锦拉到了身后 曹 是之前来的那个怪物 天已经开始黑了 没能等到军队的营救 却等到这玩意儿 巨大的恐惧笼罩着他们 两人都在发抖 防盗门对于这个怪物来说 形同虚设 更别说砸开门了 那他们呢 被杀死需要几秒 和第一次一样 外面响起了丧尸的嚎叫 不同的是 这次持续的时间格外的长 或许他是来救我们的 林旭的心里 莫名其妙冒出了这个想法 但一切声音消失 他大着胆子往猫眼看出去 除了一些残肢断臂 男人不见踪迹 天空一声惊雷 暴雨说下就下 一遍遍冲洗着外面的血迹 当晚 苏锦窝在林旭的怀里 听到电视机里断断续续传来的 营救已全部完成 遗漏者自行 前往 后面信号紊乱 什么都听不清了 可惜 还是没能等到营救 意外的是 苏锦的心很平静 不如 我们奢侈一把 就算死 也要死得精致一些 一拍即合 两人将剩下的水烧开 还算痛快地洗了一个澡 林旭 苏锦哑着声音 吻上林旭的唇 林旭立即回应了他 一言还很长 以下省略两千字 是我写不来的生命大和谐 咚咚咚 他们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的 我们是军队派来的 幸存者听得到吗 请开门配合营救 直到上了军方的车 两人还在巨大的震惊中 就像两个被判死刑的人 明明看着刀都落下来了 在满地找头给自己准备葬礼了 突然发现自己头又被接回去了 还宣告无罪了 真刺激 四个月没出门 外面的世界远比自己想得惨烈 到处都是车撞毁的现场 丧尸感染人的高潮一过 丧尸的数量甚至远超过幸存者 丧尸没有食物来源 甚至开始自相残杀 满地都是胶痕血迹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令人作呕的味道 来接他们的是三个肌肉健壮的军官 刚开门的时候 他们疑惑的目光 在他们两身上审视了很久 一个人甚至毫不避讳地向同伴吐槽 上级特殊命命 同伴面无表情打断他 苏锦 以及 林旭 军官甚至不等他说完 敷衍地点了下头 接着拎小机似的将两人扔上装甲车 丧尸听到车发动的声音 全都沸腾起来了 眼冒绿光躺着咸水跟在他们后面 就像他们是什么冒着香味的大肥肉 相比被吓得瑟瑟发抖的苏锦二人组 军官们显然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开车的那个滴滴地骂了一句糙 三人里面最健壮的显然也是最稳重的 他淡定地说了句 干活 从小在法治和平社会长大的苏锦和林旭 看到他们用各种机枪炸弹 在他俩面前表演了一出烟花秀 好几次死里逃生 让充当驾驶员的军官连连骂了好几声脏话 他俩心惊胆战同时 心中也越发疑惑 他们俩何德何能 让政府花这么大代价就他们 约莫过了两小时 路上的丧尸越来越少 直到过了一层看不见的界 三个军官松了一口气 一个甚至回头向他们微笑了一下 欢迎来到绿洲 你们安全了 两人脸色都惨白如纸 下车时几乎站不稳 一个军官甚至在他们面前 不懈地切了一声 林旭勉强挺直了身体 约莫走了五分钟 突然一道大门横在他们面前 上面有两个欠着银边的字 绿洲 林旭不知为什么 心中莫名有些不安 三个军官先走了进去 对守门的侍卫说了一声 新人 侍卫懒洋洋地指了指旁边的装置 先过检查 所谓检查 就是一道道 他俩都没见过的设备 苏锦先走了进去 一切正常 苏锦在门的那边 摇摇看着林旭 林旭也走了进去 一切正常 也许刚刚都是错觉 林旭看着近在咫尺的苏锦 忍不住露出笑容 直到最后一道检查 警告 超级感染者 禁止入内 警告 超级感染者 禁止入内 他的笑将在脸上 这次不仅之前 对他们不屑的军官瞪大了眼睛 懒洋洋的侍卫 也立马站了起来 面色严肃地拨了一个电话 三个军官立即上前 擒住了林旭 一句话也不交代 就准备离开 苏锦想也不想 一把上前拽住林旭 神情惊恐地对军官说 你们一定搞错了 我和林旭一直在一起 他怎么可能是超级感染者 你们一群人匆匆赶来 一个人轻而易举地将苏锦拉开 不理会苏锦的 在他们身后的拼命挣扎 大吼大叫 那些人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开了 等苏锦情绪冷静下来 剩下的那个人 一脸习以为常地将他拎了进去 期间他几次试图逃脱去找林旭 但都因为武力值相差太大 对轻而易举地拎了回来 距离苏锦进绿洲 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他很快发现 绿洲里的大多数人非复即贵 其余的人不是十分强健有力 就是智商超群 或者两者兼有 这里进行的生态养殖 基本上实现了自己自足 但上级还是不停派来任务 每段时间都会有小分队出去执行任务 在这里他算个异类 不知是不是苏锦的错觉 他觉得所有人看他都面带敌意 他甚至听到有人在他背后议论 那个废物 凭什么 他很难过 甚至一发不可收拾的怀念和灵虚一起 被困在家里的日子 不敢在人前哭 只好在夜里偷偷哭 第二天醒来又要面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敌意 直到他意外展现了自己的厨艺 被破格塞进了厨房后的某一天 他才发觉自己算是真正的被绿洲接纳了 小苏 一碗弯砸面 苏锦应了一声 熟练地拿碗调料下面 经过一个月的相处 他大致了解了那些普通人 除了他以外 几乎都是九死一生来到这里 无一例外 他们在自己身边无数熟悉的人 被丧尸撕扯感染中逐渐变得麻木 又在经历无数欺骗背叛中变得冷漠 踩着别人的尸体 一步一步千辛万苦来到了绿洲 他们之中 就算最弱的人都杀了好几只丧尸 甚至在提起杀了多少人时都一脸淡漠 但他在这里也亲眼见到一身刀疤的壮汉 在端着他坐的一碗过桥米线时 失声痛哭 他的厨艺也有可能是他的性格 让他在这里还算被照顾 林姐是最先向他表达善意的人 不出任务时 林姐爱捏着苏锦白嫩的小脸 一脸难过说他长得很像他的妹妹 又强颜欢笑地给他讲外面发生的事 每次苏锦都会悄悄在林姐的饭里多放一颗蛋 后来林姐在出任务时出了意外 据说是被超级感染者一把撕碎 扔进丧尸巢 尸骨无存 绿洲的人也是在不断流动的 总是不断有人在任务中折损 又不断有新的人补充进来 最强的人也不例外 绿洲的人对超级感染者的恨 或者是恐惧远大于丧尸 自从政府发现 有几个个超级感染者的意识 没有完全被消除 他们成了比丧尸更可怕的存在 那林旭呢 他怎么样了 他还活着吗 苏锦每当闲下来的时候都忍不住想 可恶 老子出任务的时候 在绿洲附近发现了超级感染者 奶奶的 丧尸都还搞不定 这玩意来凑啥热闹 男人叫老张 长得恐无有力 是三队的队长 小苏来份卤肉饭 苏锦手脚麻利的做好了端过去 请问 你知道超级感染者是怎么被感染的呢 他试探着问 娘的 说起来就气 研究所制造出来都是丧尸的呀 开始还站我们这边 最近不知道怎么就不老实了 说到这里 他突然压低声音 不过最麻烦的还不是那些超级感染者 就说C国研究所制造了一个感染别人的超级感染者 鬼知道通过啥途径 发现的时候都不知道感染了多少人了 看到苏锦神色黄黄 老张好心出言安慰道 不过小苏你也别太担心 这些被感染的人多半在一周那就死掉 听说最强悍的人也没要过半个月 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变成怪物嘛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邻居岂不是 张大哥 你这消息从哪里来的 靠谱吗 他飞快地问 老张得意洋洋 绿洲官方数据 老子是队长嘛 自然知道的要多一些 哎呀不说了 饭都要冷了 说吧老张吃了一口 有两手啊小苏 好久没吃到了 就是这位 要是没那些鬼东西 娶你当媳妇也挺不错 哟 我看老张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出言讽刺的是一队的队员 他的资历算深 在高手云集的一队里 也是能排得上好的 你他妈说什么 老张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一队队员也踹翻了板凳 两人很快扭打在一起 苏锦不动声色地退了一步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绿洲发生 人们常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就能打得头破血流 果然 很快来了一队军队 强行将两人分开 带走 剩下的人都见怪不怪 继续吃着饭 苏锦叹了口气 开始收拾残骸 眼睛却猛得一酸 眼泪也顺着流了下来 一滴 两滴 他假装在清洗抹布 死死咬住唇 克制住自己的抽气 这是他来绿洲后第一次在人前哭 突然 所有灯变成红色 警报的声音响变绿洲 警报 超级感染者入侵 所有人退回中心去 不得出来 和超级感染者比起来 别说是恐无有力的人 就算死丧尸 也弱得不像话 人群瞬间像炸开了的锅 垂头丧气 被带走的两人迅速挣扎了起来 放开老子 老子要去中心区 听到警报 军队也不抓人了 迅速放开了肇事的两人 往中心区里逃 所有人都面色仓皇 纷纷向中心区涌去 中心区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 据说是 唯一能阻挡超级感染者进攻的地方 巨大的实力差面前 所有人都想活命 苏锦也跟着人群跑 他身材娇小 跑不快 很快落到了后面 眼看中心城的门近在咫尺 身后突然有一双手将他一拽 后边的人借着这鼓励冲进中心城 他摔在地上 脚踝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 起身已经来不及了 他眼睁睁看中心城的门 在他面前关上 他认得最后拉着他的那个人 不久前还一脸憨厚地夸他做饭好吃 在绿洲 强者生存 无可厚非 中心区厚重的门 隔断了苏锦所有希望 还有一些人没能进入中心区 在疯狂地砸门 忽然 苏锦突然看到 那个起初与老张发生争执的一队队员 在拼命地往外跑 他满心疑惑 但看了看中心区外 已经开始互相厮杀撞似疯癫的众人 他只知道必须离开这里 他忍着痛向门外的方向跑了几步 一个没站稳 摔了下去 滚了很远 只是虚愚 超级感染者已经进入了绿洲 他看到他们轻而易举地 将强壮的警卫的头拧断 警卫甚至来不及挣扎 就已经死去 他的眼睛正好对上他 在他惊恐的瞳孔中迅速变得灰白 恶无声气 他没见过太多死亡 恐惧已经大地让他忘记了颤抖 只惊恐地捂住自己的嘴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突然 一片阴影罩住了他 他闻到了来者身上的血腥味 绝望地闭上眼睛 他是个对绿洲没用的废物 苟且偷生了这么久 死了也不算可惜 他甚至恶趣味地想 说在死亡面前能回忆起一生 原来都是假的 他大脑被死亡的恐惧所控制 一片空白 等了很久 或许也只是一呼一吸的时间 他并没有感觉到疼痛降临 有点疑惑 他忍不住大着胆子 睁了点眼睛偷瞄 却猛地瞪大了眼睛 是灵旭 再见灵旭 他心中的恐惧远大于激动 灵旭站在他面前 手淌着血 不只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双眼布满血丝 脸上多出了一道伤痕 和他看到的那些怪物一般模样 他一动不敢动 灵旭还活着 太好了 他脑子重启后的第一个想法 居然是这个 死在灵旭手里 也算幸运 他安慰自己 就算这样安慰自己 消除恐惧也不可能的事 直到灵旭狡黠地向他眨眨眼睛 像小时候无数次那样 他一愣 尽管还是很害怕 他还是向灵旭伸出了手 灵旭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张嘴想说些什么 与此同时 绿洲警报又一次响起 启动一级防卫 启动一级防卫 灵旭立马抱着苏锦向外跑 边跑边说 找到苏锦 请求撤退 接着 他听到林旭身上的传声机响起 收到 立即撤退 超级感染者们 飞快地奔向绿洲出口 身后突然响起枪声 苏锦心中早将自己归为了叛徒 他紧张地回头 没来得及躲进中心区的壮汉 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身上的弹孔 他张嘴想说些什么 却来不及了 鲜血从他嘴里涌出 他双目猿睁地倒在了地上 连续几声的枪声 中心区外只剩下一堆尸体 林旭已经奔出了绿洲 看着渐渐远去的 泛着荧光的绿洲两字 苏锦僵硬的扭头 远处有一群陌生而又熟悉地面孔 每个人都装备了最新的装备 他的瞳孔一缩 他们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队伍里面 赫然出现了林姐的脸 以及很多其他在任务中 折损的伙伴的面孔 无一例外 他们动作统一 声音呆滞 一级防卫仪启动 击杀超级感染者 保卫绿洲 他在灵续怀里 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绿洲 究竟是什么 绿洲已经被他们 摇摇甩在身后了 他们的步子却没有停下 随意地穿过大街 丧尸要么对他们视而不见 要么离他们远远的 一行人静自走进了 一个大型实验室 里面还有一些人 见他们来都纷纷抬起头来 嫂子好 凑过来的是一个 憨态可居的小胖子 嫂子好 好几个人围了上来 嫂子真漂亮 刚刚进入丧尸区那么吓人 你们有没有提醒嫂子 闭上眼睛啊 嫂子 你以后就把这里当成家一样 别拒束 他们七嘴八舌说开了 超级感染者们 似乎和传闻中的不一样 苏锦无措地往向林旭 嫂子害羞了 有人开始起哄 别闹 胖子 林旭 苏锦刚出绿洲 你给他解释一下 一个看起来瘦瘦小小的姑娘 站起来说 众人意外地很听她的话 瞬间安静下来 林旭点点头 对苏锦说 我也是被他们救出来的 绿洲其实成立了很多年了 绿洲的真正意思 是让世界成为一个绿洲 她打开一份文件 向苏锦展示绿洲计划 彻底消灭劣质基因 保留优质基因 几个字刺痛了她的眼 嫂子还不知道 为什么丧尸会出现吧 小胖子插嘴 因为有群疯子 想制造新人类 新人类 苏锦迷惑了 对 另一个研究院 打扮的人接话了 身体各项技能 都优于人类 且不会被病毒感染的人类 他们相信人类 是被制造出来的 丧尸只是个工具 用来挑选人类中 生存能力强的 随时有可能成为实验样本 超级感染者算特殊的 理论上符合了新人 类的一切要求 但分两类 无意识的是政府 用来控制丧尸的 还存有意识的 不受政府控制 自然被他们敌视了 所以对待超级感染者 要么直接摧毁 要么消除意识 我们要做的 就是发现幸存者 和有意识的超级感染者 希望将来有天能撼动绿洲 苏锦顿时觉得 身上责任感满满 我可以做什么吗 当然是做饭啊 连续狡黠的眨眼 毕竟末日 也需要好好吃饭呢